南海控股的這個案子審查了非常久 我上次問經濟部投審會,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請投審會回答 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跟黃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是請南海控股還有馬來西亞的馬頓公司 針對這個案子相關部會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提供補充的一個說明 他們補充說明沒有? 我們給他實現是5月13號,所以他目前還沒有提供 你們預計什麼時候會有個答案? 5月13號 5月13號就可以跟社會大眾講了是嗎? 就是他有沒有提出補件的這些相關文件我們會對外說明 對他最後的決定時間大概壓到什麼時候? 還是要繼續拖下去? 因為這個部分在經濟委員會有一個附帶決議 是要求說在審議之前必須要先到經濟委員會做專案報告 所以你們5月會到經濟委員會做專案報告 目前正在跟經濟委員會這邊做安排 OK好 當初我跟你問其他機關的意見 然後你上次在經濟委員會只回答了我一兩個機關 那我後來會後因為時間我尊重其他委員 我發函要求你們把各個機關回覆給我的意見都給我 結果你們後來跟我講說那個是密件不能給理由是什麼? 這個涉及到那個政府資訊公開法 因為這裡面最主要是目前是正在審議中 所以國安會入委或經管會外交部文化部都是投審會所謂的內部單位 所以你們都不給 是嗎? 那你奇怪了你上次在國會就回答我了 然後我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然後會後跟你們要書面 結果你等到質詢的時間拖完了以後 會後跟你要書面就不給了 是啊很抱歉但是 經管會的部分是因為 沒有關係啦對於你們這樣子的做法我老實說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啦 接下來請經管會 上次我在財政委員會問顧立雄主委的時候 我問他南海有控股是不是中資 然後他不回答我 結果中場休息跑去跟記者講 說南海有控股他不是中資啦 顧主委講的話余平凱聽到了 昨天透過雜誌大規模的做他個人的專訪跟報導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顧主委在財政委員會不回答我的問題 中場跟記者放話 他放完話以後我事後又問你們 我事後問你們 結果現在你們給我的書面意見說 他到底是不是中資 經管會沒有辦法表達意見 奇怪當初顧主委幫陽性銀行說明的時候 不就很勇於表達意見嗎 怎麼現在到了雙子欣的案子裡面 又無法表示意見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中資 是從經管會的立場 跟黃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南海控股還有馬來西亞的馬頓公司 他都不是我們國內的公開發行公司 那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因為他這次投資的 不是跟金融機構相關的 但是你們是投審會裡面其中的一份子 他們要求你表達意見 所以其他單位的意見 其他單位負責 我現在只問經管會啊 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怎麼經管會在面對陽性銀行的時候 就勇於說他不是中資 他面對雙子欣的時候 就無法表示審查意見 我聽不懂啊 你們既然是投審會裡面其中的一個成員 那也協力的在進行這件事情的調查認定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表示審查意見 我們有建議投審會 恰請這個案關的代理人 可以檢記有關金流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如果按照這個 你們恰請投審會要求他給金流 這個我都尊重啦 我的問題還是一樣啊 從經管會的立場 南海控股到底是不是中資 不知道 因為這個還是屬於投審會的判斷 我想我的質詢內容講得非常清楚的 你們在一個案子是一個立場 到另外一個案子變得非常隱晦 其中的轉折跟關鍵的因素啊 到底是什麼 老實講啊 我無法理解 沒有關係 昨天啊 余平海 財大氣出啊 很厲害 找一個雜誌幫他做專訪 他說啊 台灣的民意代表對法律無知 我是不知道余平海先生講的是哪位民意代表 那不過 我身為民意代表 其中一個人 我虛心受教 但是我知道什麼事情啊 一天好說 我共產黨的錢就給我證據 我媒體在全港上市公司裡 港交所是個可信任的金融監管機構 你說政府給我們錢 這可能嗎 哇 講得非常的抑正延遲啊 正氣凜然 南海扣股 的確 在港交所有資料 來 就看港交所的資料 2008年年報 清管會投審會 仔細看喔 下面 政府撥款的項目 中國政府撥款 1.18億港幣 2016年 中國政府撥款 1.35億港幣 你奇怪了 你一邊先生 他不是講的 說 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啊 政府給我們佈門錢 這可能嗎 這不僅可能啊 就在你們南海扣股 提交給港交所的財報裡面 一清二水就是這樣子寫啊 經管會知道嗎 我們回 我想這個 委員你提供的聯報 其實包括我個人 我在媒體上 也有耳聞聽過 當然我們這個會 不是啊 我們是講嘛 就相信港交所嘛 是 相信港交所 是值得信任的基隆整理機構嘛 你們自己報給人家的聯報上面 這樣子寫啊 經管會應該要有所掌握啊 我有說錯嗎 我們還是尊重港交所 他聯報裡面的一個 對啊 當然住在港交所的聯報 所以我才問你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掌握啊 你把港交所的聯報 一起一起探索來看 發現這個中國政府 還真的是長期撥款啊 給南海控股 我們完全尊重余品海先生的發言啊 依照他的指示啊 去港交所看聯報啊 上面就是這樣記載啊 怎麼會一個 要投資台灣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的人 對於台灣的公民社會 去查資料的能力真的沒有信心 你敢大聲的嗆聲 那我們就去找啊 出來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啊 經管會投審會不可能不知道吧 好啊